我们今天的大会主兵 年轻活力的宾州首席部长代表 兼宾州青年级体育事务行政医员 尊贵的孙立志先生 上台是参考词 掌声掌声 谢谢我们的大会主兵 我们的长会会长 是我们的国内主席以及马来西亚全球和平 海外华人的队会长 我们的大多刘子健议长 是我们民州立法会议长 我们的武佛州议会会议长 与英会议政议事 我们的房业州教授国际主委会会长 我们的科训会长 全球和平华人云红亚太地区会长 林立华荣誉市长 澳本市政府群市长 核建局长 香港特区教育局局务局长 区务局长 也是世界文士团语学会 禅合会主席围长 去政秘会长 世界和平同一家庭 禅合会阳台区第二区会长 陈加明博士 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 全国各国全球和平华人联合会会平衡 来自日本和印度 印度尼西亚的议会者 及世界各地的议会者 各国全球和平华人联合会的会长 还有在场的各位出席的嘉宾 以及媒体朋友们 就在线上的嘉宾们 大家下午好 首先 我感谢马来西亚全球和平海外 华人联合会所推动的 合成以及邀请小弟们到来 这第二届世界大会启动的仪式 主题为变动时代中华人传和文化的价值 政府和时下的年度课题 这个 这是个变动的时代 尤其是今天的 新方肺炎 肆虐 世界的未来情景 充满许多 规短之数 在此的情况下 大满华裔应当中正的思考 华人传统文化价值 是该我何气何重 所以刚才 我们的队长 还有我们的 应酬 所以为议长 也有跟大家分享的 多 关于我们的 这个华人文化 就是我们的 议长才 说真的 我们拿掉 战子 不起这个 传统这个字 也让更多人 可以 真正的去 追往这个文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 当然华人对自身的文化 价值 有充分的自信 族群才能走得更远 而华人传统文化中 主要有这个三大特征 当然要传承中华文化 我觉得年轻人 是抱着一个很大的责任 以及任务 所以今天主席部长 就是因为他 他巧有其他舞动 快想起过来 代表 那么应该是要我来 跟这些年轻人 给他加持 就是要告诉 我们的年轻人 要传承 这个中华文化 年轻人 你们 抱着一个很大的责任 以及任务 来帮忙 传承下去 不只是卖马来西亚 我觉得 全球的 各地 年轻人 年轻人 也一样 当然 大家可能感觉到 像我们在 议长所讲的 年轻人 可能就 很少 会去了解 深入了解 以及 明白 到底 我们这个 中华的文化 多深 来源 以及 怎样的 运用在 现代的 时代 运用在 尤其是 这个 变动的时代 所谓变动 就是 人 要有的 动作 怎样去 变动 就是 看时机 而 去 怎样的去 变动 当然 这个 COVID-19 不只是 马来西亚 或者 冰城的事情 它也是一个 全球 的一个 现在的 一个 巨兽 抵抗战 的一个 课题 而且 不是一个课题而已 是大家所 面对的 问题 在 我们面对到 这种问题 的时候 我们应该 怎样的 去 争辩 变动 变动 就好像 你 遇到 走到一个 尺寺路口 或者一条死路 你要懂得怎样去 赚回来 所以呢 我们的 华人文化 是 取着 非常奥妙 所以 所以 很多 有深入 了解 就像我们的 民众议长 一样 我们会讲 他们的 了解 这个 我们的 华人文化 就 时常的 可以跟大家 一起来做出 分享 所以 刚才我们提到 我们的 华人 传统文化中有三大 各种 首先是 孝道 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 十分重要的道德 也是大马华人 尊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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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德 也是一个 孝敬 孝道 就能 知其 为人的 基本 所谓 怎样 孝顺 父母 怎样 孝顺 长辈 我觉得 孝 小鱼的 说是 善事及 感激 孝顺 孝顺 父母是 感恩的 情体 基础 是人类 在的 品 品质 属于 魂 感恩 是孝顺的 体现 是人外 在的 品行 属于 行 不孝 便是 不知 感恩 当然 大家 也许懂得 这个孝道 孝顺 父母亲 所谓孝顺 父母亲 我一讲有提到 就是所谓物质上的 这个 给予物质上 父母亲的 这个就代表着孝 像吃大餐 住大洋房 或者是 带他 有一个给他一个 更好的 针对的旅游配套 就等以后 我已经进了这个孝 要让我们的长辈 要让我们的父母亲 开心 孝 孝顺 孝顺顺顺顺顺顺顺 你笑一笑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效法 所谓我们做人 我们的华人具有一种美德 我们读个 这个我们的 像思想 读个这个 到我们的教育 所教导我们的 孝 孝顺 父母亲 感恩 他们 所带给我们 这今天 我们要 怎样的回报 怎样的对待 怎样的感激 他们所付出的 这一心 第二 就是我们的 敬老 尊贤 老无老 以及 人词 幼幼 有些人之幼 才有 我们的 嘉宾有评到 这句话 其实是做人的 一种重要的 尊责 老人 品德高善 才能促重 在社会上 有声望的 潜能都曾经 对社会 做出贡献 在他们年轻 有能力的时候 把时间 及金钱 勾 封信 社会 当他们 年老的时候 社会 反而 反过来 应该关心 他们 照顾 他们 让他们 幸福的 度过 这个晚年 大马 大马 华人 因为 少子化 华裔人口 开始进入 老龄化 的界障 确让老年度 过幸福 及 健康的晚年 是 华人社会 应当 共同 扶起的 这个责任 以达到 人人都 敬好 社会 更美好的 这个 指标 第三 和谐 社会 大马 华裔 要胜与 友善大 民族 我们的族群 应该要 时时刻刻 保持的和谐 种族之间 应该要 友善 就是善待 团结 那么 我们国家 才会 安容 可是 马来西亚 最近 我们看到 国家的 这个 政变 相信 全世界 也都在看着 马来西亚 的这个 情况 所以呢 我们也无意 要达到 这个 和谐 的社会 不管是 哪一方面的 这个 国家 都必须要 拥有 这个 很 看到国家 要怎样 团结 繁荣 以及 进步 就是要怎样 来去 管理 这个国家 所以 如果国家 管理的不好 人民 生活 就过得不好 人民 生活 过得不好 国家 怎么去 就是 大家都 有一种病 国家生病了 人民也生病了 那么 国家 怎样 实际 的 发展下去 花园文化 最终和家庭和谐 以致 社会和谐 家庭 是社会 最小的单元 夫妻间和谐 亲子 关系 搞得好 在 上 对老公 或者公公 伙伙 校训 都是 组成 和谐 家庭 的推动力 所谓 家和 官司性 以此 推广 及 社区 国家 社会的和谐 那么 当然 民主政府 所推动的 这个 2030 Family Focus 众家庭 所谓的众家庭 我们一个人的成功 当然 如果你 家里搞不好 你想要去搞 你的公司 想要去搞 这个社会的工作 甚至 搞这个国家 或者州属的团队 所以 理想 我们的 那动员就建议 想说 这个 是对 一个人 你家里 自己的事都管不好 怎样去管 一个公司的行政 怎样去处理 这个 组织的问题 甚至 人民的问题 国家大事 州内的任务 等等 所以 马来西亚 是一个 多元 种族的国家 这今年 三月 疫情的爆发 以来 人民的生活 受到 重大的影响 国家经济 也受到 重大的影响 人民 也必须 配合到 这个疫情 要 就是自己 应该懂得 怎样的去 变通 去变动 所谓 很多 从事 各喊各业的 你都要跟着 时时刻刻的 这个疫情 的转变 社会的转变 而导致你 自己 也要 有 这个病毒 让 我们看到 各族人民 不分你我 互相的 福祉 共同 度过 这个难关 所以 这个就是 一个很好 的一个例子 当 国家 有难 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要 看到 这个 和谐 大家 怎样 互相的 福祉 地方 怎样 给予 鼓励 怎样的 辅助 当然 在这个 辅助方面 政府 也要 扮演一个 重要的 角色 怎样来 辅助 从商城 重要来 辅助 各行 各业的 不同 阶层的 民众 那么 包括 小孩 包括 中年人 年轻人 也包括 我们的 前辈 好年人 所以呢 这个也 体现和发挥出 华人 重视 是传统 传统 美德 但是 让华人 中华文化 在大马 千年 万年 继续的 传承下去 我们 我们也要 我们 新一代的 小朋友 了解 我们 这个 初青年的 这个 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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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 我们希望 大家 可以 团结 一致 继续的 把我们的这个 华人 中华文化 传承下去 最后 我祝愿 马来西亚 全球 和平 海外 华人 联合会 社区 能够 大展 红图 提立 为各大阶层 和平民 百姓 争取 更多的 福利 召会 各族群 的民众 共同 创造 民好的未来 在此 为我们 今天 第二届 世界大会 启动 这个 开幕 谢谢大家 谢谢